我覺得這個最主要就是 美國 加拿大 韓國 在9月15號到25號 連續10天在中國的黃海 進行大規模軍演 這個軍演是過去10年來 都沒有到這個規模 美國過去有 可是它派的艦艇是比較少 而且不是這個規格的 它這次派到美國號的 兩棲登陸艦 兩棲登陸艦 它基本上上面搭載的是 垂直起降的F-35B 所以基本上這是提升 對中國大陸 這等於在中國家門口 黃海就在中國家 你跑到中國家門口 來做這麼大動作 所以這個是10年來的第一次 我覺得挑釁意味非常的濃